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观赛了,顺带来的刀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这个2017年刀塔二亚洲行赛,DAC比赛败者组的第一轮 那么这场比赛对战的双方的是老飞昂对着IGV,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在小组赛当中,小组赛当中这个成绩都不甚理想 IGV这场比赛,应该说IGV其实在最近的这个国内的预选赛当中啊,表现的一支都是比较出色 那么尤其是在面对国内队伍的时候,这支队伍往往能打出相当不错的成绩 这场比赛,从双方的搬选来看,IGV是搬掉了小狗,而老飞昂则是一手抢了马格纳斯 双方还是针对三号为主班人,那么这样的话IGV果断是在前两手拿出了剑圣和土猫 剑圣这个英雄拿出来主要是为了防止你用马格纳斯去配剑圣 但是老飞昂选择是在二三手拿出了奇连大圣和PA这个英雄 感谢二大叔赠送的小丑气球秀,那是个啥呀 老飞昂在三四手搬掉的是炼金和蚂蚁 IGV则是搬掉了巨魔和一个熊战 搬掉了一些这个配合马格纳斯比较厉害的这种近战型carry 搬掉了一些carry 搬掉了一些carry,那么老飞昂在第三手拿出PA以后 其实军团也是一个配合马格纳斯很强的点 但是军团这场比赛被第一手就被HV给搬掉了 防了一手这个寄星的军团 寄星的军团在国内比赛的胜率是超过90%的吧 好像那个家伙 看看老飞昂的第四手拿人 PA这个英雄拿出来可以打中单也可以打大哥 两个位置都可以胜任 那么老飞昂是在第四手先拿出一个VS 四五号位的VS加上大胜已经揪去 而这张比赛是一个双加攻加减甲的这么一个套路 看看IGV的阵容呢则是在兼胜土猫以后 拿出了他们三号位非常稳健的这个蝙蝠 以及一个最后一手的super的这个术士 那么四号位是交给了dogfast去打一个土猫 最后一手的班人目前老飞昂差一个大哥或者是中单位 从IGV的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搬谁都无所谓 现在最后一手班人其实并不是特别讲究了 因为老飞昂这个基本的套路已经亮给你了 一定要去考虑搬掉一个点的话 可以考虑去搬一个配合 大胜比较好的这种团控型的酱油或者是大哥位都可以 因为这样比赛老飞昂这个阵容的变数比较多 PA可以打中单可以打一号位 VS可以打酱油可以打大哥位 大胜可以打三可以打四 甚至我们这几天也经常见Miracle去打这个中单的大胜也见过几次 所以说这个老飞昂目前这个阵容变数比较多 但按照正常情况下来分析的话 应该是老飞昂这边应该是中单的一个PA 然后呢激星的马格纳斯 四号位的大白的这个大胜 因为大白这两天打过几次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虚空 呃房间的名字已经改了 房间的名字改完了 他这个实时生效的 他需要审核 最后一手拿了个虚空这个我真是有点看不懂啊 虚空这个英雄 IgV最后一手则是拿了一个黑鸟 IgV这样比赛斯卡拉的黑鸟加上一个绝者的剑圣 然后super的术士 三号位的蝙蝠 还有刀筷子的土猫 老飞昂的这个阵容应该是一个一号位 猫奈的虚空 呃酱油位的大白的大胜 LPC的这个VS的中单包子的PA 和三号位进入马格纳斯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分人 这个阵容感觉拿出来以后 如果最后一手不是这个虚空的话 讲到的时候不是虚空的话 感觉老飞昂那个阵容还是挺好用的 但是最后有这个虚空 所以看起来有点 有点别扭 虚空这个英雄 你这个时间段把它拿出来 在你所有的大哥都是进战的情况下 你拿出一个虚空来 然后唯一的远程是个VS VS也是一个短手型的英雄 还是个酱油 虚空真心是有点看不懂 真心是有点看不懂 你和这些人 要看不懂 在那边 那边 对 那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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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场比赛 大白的这个大胜 大白的大胜 出来又是直接升了一个上树 那么跑出去用上树去拆眼 这场比赛 虚空刷钱倒是会很快 其实我 其实我一直觉得 虚空这种英雄 输出装有一个假腿 有一个疯脸就够了 但是在比赛当中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爱出疯脸 疯脸这个道具 对于虚空来说绝对是最好 性价比最高的输出装 而且现在 散尸这个道具被强化了以后 其实散尸这个道具虚空拿着也很厉害 净魂之刃 对刀袋里边叫敬魂之人 IGV向下落三个人上来请胡 皮A这里也是赶紧望风而逃 望风而逃 那神父方面呢 就是老白王出尺占了一些便宜 老白王出尺占了一些便宜 这是IGV IGV出尺占了一些便宜 决定者的坚盛在下落中路是 没有人来卡兵 Skada自己 时间卡的也是刚刚好 有个别英雄 就是疑速太慢的英雄 是来不及去卡这个中路兵的 在穿身符以后 这样比赛 还是有点卡顿啊 还是有点卡顿 尽快的换一下国服客户端吧 这个卡顿的情况 看看这个换回国服客户端 能不能缓解一点 要不然的话老这样的话 确实有点僵硬 把这个换胸弄的小一点 要不然这个卡顿的问题 一直解决不了的话 确实是有点 有点遭不住 应该不会漏一血 因为从双方这个阵容 还有初期的分路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会漏一血 不会漏一血的 从双方这个初期的分路来看的话 很难漏一血 你双方上来都是这个 都是三打一的情况下 是不会漏的 漏一血比较容易出现漏一血的情况 是三打二 或者三打三 这有可能会漏一血 都是三打一的情况下 不太容易漏 这里顶回来吧 这个土猫 土猫反而要被寄星给单杀了 差点 血量被耗得好残啊 上路大白的这个大圣 往下砸一波 蝙蝠这里一击生的是一个蝶油 蝶油蝶两层就得了 蝶两层走就行了 中路这个兑现 目前PA在反补方面 是吃了很大的亏 现在这个黑鸟 反补比正骨都多 PA在中路前期 在打黑鸟都是很难过的 这个日子 他需要多带一些补给 不带补给的话 没法打 另外就是PA在前期打黑鸟的话 即便就是有队友来帮 都很难打得过 黑鸟这个英雄 前期体格太好了 主要是防高血长 然后呢 打人又疼 还有自保能力 他面对一些智力型英雄 一般来说 他会打一个小U 就是64开 或者偶尔73开 他打近战型的这种英雄 除了像军团这种英雄 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还是比较轻松的 黑鸟打这个PA 大概是个73开的一个队线 话说完了 最近这两天到了周末 这个比赛 好像一直要持续四天 我没记错的话 最后一天的比赛 是要到这个 4月4号 赛从拉的也是很长 黑鸟打听客 两个人差不太多 黑鸟还是小U一点 大白的这个大仗 只要比赛到现在为止 也是很无聊 很无聊 无事可做 完全完全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做现在 只能是到处 都到处上树 这里砸下来 砸到刀筷子 刀筷子里有一个滚 但是他不敢用 这个大棒子 漂亮 留住 那这样交一血 一血 被包子的这个中单PA拿到 那么PA可以把自己 在对线上面的这个劣势 找回来一些 毕竟拿的是一个一血 剑圣的补刀和莫奈的补刀 两个人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目前从这个补刀上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的这个三号 被日子过得都不会太舒服 马格纳斯起码还有一个 打野的能力 蝙蝠不知道打野的话 需要去烧 剑圣这里不过来 把兵线清了一下 剑圣 剑圣这个剑圣正好是 注意塔的仇恨 土猫滚过来以后 剑圣把对方的树式 滚到了塔下 回头还给了一个波 剑圣这边打的漂亮 好在这波兵线 正好是在塔下 而且数量比较多 所以IGV这波再往回撤的时候 并不会受到塔的伤害 要不然这个 让对方追上来的话 而且或者说在这个塔 如果当时没有在打兵的话 这波回撤 有可能会丢 有可能会死人 PAD加装备 也是选择直接做了一个磨瓶 看一下 这里黑鸭也是比较早的做出了自己的大魔法 双方在前期兑现的时候 在装备的选择上 还是都比较的冷静 现在尖胜的补刀是领先的比较多呀 尖胜的一个家伙 虚空在上路这个补刀一定程度上还是多少会受到一点这个蝙蝠的影响 刚才队友的这一波去下路支援等于上路是放了这个虚空跟蝙蝠对单 边去虚空跟蝙蝠对单在前期是没有优势可言的 第二个法球没打中有点亏 这个有点亏 六级的黑鸟并没有选择去生大招 一级的法球 三级的 三级的关 两级的一个光环 这里土猫滚过来 还好 这里虚空手里有一个跳 二级的跳 二级的时间锁定 一级的一个时间屏障 不是时间锁定 二级的时空满游 就是时间锁定 时间结界 时间锁定 时间满游 时间膨胀 这里砸一下下来以后 大白过来打掉了一个棒子 但是这个棒子也没什么卵用 反正对方的血已经加满了 绝者的一个见证 目前的补刀数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啊 这六分半钟四十八道 这波剑上居然是没有选择 先砍死这个小子 让他招这个骷髅 其实那两个骷髅还是挺管理的 这土猫滚过来以后呢 莫奈的虚空也是往野区去钻 其实前期从这个打野的速度来说的话 虚空不会输给健身太多 虚空也是一个前期攻击力很高的英雄 他虽然没有暴击 但是他前期攻击力很高 这个英雄 电波这边烧一波怪被对方抢了一个 好像被对方抢了俩 刚才有一个好像是这个VS收的 VS是一个主吼的VS 三级的吼 主吼的VS有可能会附加光环 一级C 然后主吼附光环有大点大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加点方式 这场比赛大白的这个 齐天大胜这场比赛的这个日子过得不会太好 你变个神服点呆着呀 下落防卫塔已经是被这个建设给带掉了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双方的经济情况 补刀数上面拒绝者 这个建设实在是数刷的点快 这个加入现在4100的境界 超了对方的这个虚空超了1000了已经 这八分半钟的时间 主要莫奈好多时间都是站在原地没动 这里跳过来给大 刀个范子的4号位土猫 但是VS上不去 VS是最后一个时间给补了一个锤 那么完成了一波击杀 不过并不是一波单杀 稍微有点伤 绝者的一个建设 不还是保持了相当不错的一个竞技状态 绝者毕竟作为国内第一个上8000分的男人 他的这个个人实力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一个打收割的人 但他真的不是一个打切入的人 他就比较适合让他打那种收割型的 一种收割和切入的节奏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我打算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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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这个大胜,大胜,这胜直接给无敌俩秒了,漂亮啊 这波干的漂亮啊这个 这两个人好贱,跑上来 直接把树砍了,走过来直接把树砍了,大胜正好在树上的 这里PA上来找一波剑胜,剑胜得开一个转,土猫赶到上面来,给波出桌,剑胜这个转打出了好高的伤害啊 蝙蝠过来开始烧,树是一个大招砸下来,这是个坑啊 这个VS换了一下自己大哥,把自己大哥救下来,但是这蝙蝠还在给迭燃油,这里推一下,数字摇一个巨变 这里蝙蝠还在拿火烧,还在拿火烧 对方这波选择撤退,那么在这个高地的坛上呢,又是坑死了对方的一个PA,但是剑胜自己死了 剑胜自己死了 这一波 这波稍微换的有点意思 经济方面目前绝者还是在第一 这一波被击杀呢稍微有点伤,自己的钱掉了不少 绝者现在可靠金钱253 金钱只用36了 关于可靠金钱和不可靠金钱,这个事会都 嗯,我想,这来给大家提一个小tips吧 就是可靠金钱和不可靠金钱的一个区别 嗯,可靠金钱是你杀人拿塔 杀人拿塔这一类的动作去获得的 不可靠金钱就是你补刀获得的 补刀工资等等这些东西获得的 然后呢,死的时候呢,不会掉这个不可靠金钱 就你的,呃,死的时候不会掉你的可靠金钱 但是你的不可靠金钱会掉 买东西的时候是优先花你的不可靠金钱 然后呢,你的不可靠金钱花光了才会去花你的这个可靠金钱 买活的时候正好相反 买活的时候是先花你的可靠金钱 然后再去花你的不可靠金钱 所以这个还是多少有些区别 所以一般来说你看到这个一个英雄 如果某一个英雄他在呃,杀了很多人以后 然后被击杀掉 但是他没掉多少钱的原因 就是在于他身上的钱就让人可靠金钱 杀这个其实是呃,这个设定 其实是为了鼓励大家多杀人少补兵 多杀人少补兵,他是为了干这件事情 点金也是可靠金钱 点金还有像这个就是技能获取的 你的这个呃,技能获取的金钱都是可靠金钱 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卖东西的钱 卖东西的钱是不可靠金钱 就是比方说你这个东西你刚买了他 用可靠金钱买的,然后你给他卖了 他就变成了不可靠金钱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很很讨厌的一个设定 大概就是了解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些 就是什么时候你该花多少钱 其实对心里边是比较有帮助 就是你自己大概了解 你看比如说现在这个黑鸟 他现在的不可靠金钱是400多块钱 如果他现在马上要被击杀 他的可靠金钱500多 那么这个时候他只需要去花掉600块钱就可以了 把他的不可靠金钱花掉就可以了 剩下的钱那还是可以留着 大家土猫滚过来 一脚石头提晕 基星这一开始 哎,没有来得及去放推 直接被蝙蝠跳拉,拉住以后 Skada过来一波平A 那么四个人一波游走 杀掉了基星的一个马甘纳斯 基星这里其实是在他出这个 呃,你可以看这一波马甘纳斯掉了179块钱 他掉了179块钱 这个就是掉的全都是他的这个不可靠金钱 因为马甘纳斯就没有可靠金钱 几乎 他就37块钱是可靠金钱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不可靠金钱越多 那么这个被击杀的时候 你就该死,该掉多少钱就掉多少钱 这个对于这种就是刷钱 为什么有很多英雄 你看他在关键时期宁可不去参团 也是要去把自己这个装备刷出来的原因就在这 因为死一次掉钱掉太多了 刚才那个地方他是冲不走的 因为他第一时间被这个土猫踢晕了以后 第二时间土猫拉回来一个石头给沉没了 他是先被沉没然后被编幅调拉的 来不及冲走啊 这个可靠金钱和不靠金钱其实早就有了 真是很早很早很早就有的一个设定了 今天不是这波飞过来找一下人 但是对方的人都在这个地方打远古 便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看到对方的人了 但是现在这个老飞羊也完全是采取 为什么老飞羊现在这个节奏老是这样啊 老飞羊这支队伍为什么现在永远都打成这样 我真的是不懂了呀 这里马格纳斯一个大大中一个人 虚空这里想上来给他 结果直接被对方的土猫拉过来一个沉没 是不是大招砸中以后蝙蝠拉住 顺秒剑上无敌展出来 直接被怼死 看一下这里大圣往回走 砸下来以后 这里PA PA是直接被关完了以后 斯卡拉完成一波三杀 如果把老飞羊就是如果把所有的队伍啊 如果把所有的队伍都比成古代青楼女子的话 你像现在的这个MPAR啊 什么包括NP啊 什么这些队伍 他们就属于那种 常年在街上根本就不回家的那种 常年大爷来玩啊 就属于那种 一直摁着你 你不进去玩 在大街上玩 都是可以的 属于这种人 老飞羊现在这个感觉就好像是那种 就是从来不上街拉客 然后呢 也也也不讨好妈咪 你就在床上干等着 什么时候自己的 什么时候那些头牌受欢迎的 过年提前回家都已经回到家了 然后实在客人没得挑了 然后他们出来接个客 就属于这种人 就属于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就感觉就是永远都在等着对方来上他们 然后自己也不会做什么像样的反抗 就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咸鱼一样 在床上打脸上扑腾这样的这种感觉 就像一个咸鱼一样 让人家等着人家上 然后扑腾两下 就这种感觉 就你看他们队伍到现在 就像一个咸鱼一样 就像一个咸鱼一样 就你看他们队伍到现在 真的相信 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主动去进攻的这个 这个欲望 虚空有大了也不打团 这又开悟来了 又开悟来了 象征性的开微波物 然后马格纳斯上去大招就定住一个人 定住一个人 然后虚空跳着以后想分割战场 还被人家直接给沉没了 老干爹起码还 老干爹你别管老干爹他打架的主动不主动 起码老干爹人家还刷的起来 现在老富翔就是连刷都刷不起来这个感觉 我也是闹不明白 完全闹不明白 其实队伍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这拉住 虚空过来 又被拉住一个沉没了 舒适一大招砸下来以后一套技能 莫奈在这里又是被秒 你一个虚空一天到晚放不出大招来 然后团战各种被秒 你 哎呦 这个游戏看的我真的有的时候是遭不住啊 这个老富翔女队伍现在 我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呀 哎呦 这支队伍最 之前这支队伍真的不这样啊 之前这支队伍怎么就变成 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之前这支队伍在国内的比赛当中打得还不错的 莫奈的一号位当时发挥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点 这场比赛这虚空走了个假腿林肯 哎呦 终于 你这回可不 你假腿林肯了半天 人家这回蝙蝠不拉你了 你连个你连个土猫的这个大招躲不开 你玩个猫啊 现在蛋分是老干爹旗下的队伍 老干爹老肥羊还有 CDC是不是跟他们也有关系吗 这是CDC还是还是还是哪来着好像是CDC吧是不是也跟老干爹有点有点关系 我不知道好像有有这么个说法我没印象了 这是什么鬼啊这是 这三个队伍现在一个比一个神奇 这几个队伍现在一个队伍比一个神奇 老干爹是 就是 攥着一帮 攥着一帮高分大神然后什么都打不出来 老肥羊现在就是一副等着 这个头牌都过年提前回家挣口钱回家了自己在在在这块等着收点这种 哎 你看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打着就就你看那个曲线你就感觉 你如果把这个倒过来看如果把这个倒过来看的话 你看老肥羊那个数据你就感觉就是一只 这整个就是一个放弃的你看你看这这帮人在干嘛你看五个人 五个人看着自己的一号位大哥刷了一波 一号位大哥刷了一波也 二号位大哥刷了一波也 然后呢这几个酱油无事可干然后再继续后面蹲着 继星 继星这么强的一个三号位 这么强的一个三号位现在这样比赛轮落成一个buff 只能给自己两个大哥来加个buff 连刷钱都没地赚 两个大哥开始在一条路上抢 抢野 抢兵线 两个大哥在一块抢兵线 哈哈哈 你看这五个人一起在野区逛街 一起在五个野区逛街 哎路过这波野 哎路路过这波野还不打 路过这波野还不敢打 哎不是老肥羊这帮人到底在干什么呀 我这 神了 神了 大伤在这变了棵树 踏車在那變了棵樹 老飛翁就是五個人報紙團 從上路野區刷到上路 刷一直刷到這 然後呢走回來 然後五個人報紙團 然後從這個地方一直走到下路 哎呦我去 也行也行 因為這段時間IGV也沒著急去上高底 IGV現在還在刷自己的核心裝 黑鳥在刷自己的一個冰甲 先剩了現在這段時間 再出自己的一個大引刀 尊身府大引刀 我聽聽官方現在在說什麼 我現在特別想聽聽官方在說什麼 把視野要做好對吧 在其次是要反好眼 再接著就要考慮一下什麼 抓人啊 空盾啊這樣子的事情 看下一 盾 現在應該是屬於IGV可以無法無天的去 刷田 去推進 再 算 不多 是要再提一下剛剛的兩步 完全就觸摸 發揮太無念了 把虛空假面兩波團都是沒有放出大招的 對直接兩波打死了FY 現在還沒死呢 演演一息 就是那兩波是機會啊 對 那兩波是很大的機會 FY在前中期他們這個有一定 不容议不容议 我覺得我距離官方主播這個差距還是挺大的 起碼人在這種這種環境下還是在努力的在分析局勢 我覺得這個局勢現在已經沒啥可分析的了 分析局勢的前提我 反正在我看來 起碼我是個民間主播啊 民間用有的觀眾的話說是三流主播 因為用這種三流主播的思想來看的話 這個 這種情況下 老富翔這種就屬於是兵無鬥志 冰慫慫一個 將慫慫一窩 你如果說這個隊伍裡面是某一個人這場比賽發揮有問題 那這個比賽有的有的往後拖 對吧你發揮自己發揮有問題 那大不了就是說我其他人 你一個人發揮的是副數我其他的人多發揮一點 我能拉回來 現在這支隊伍感覺就是兵無鬥志 每一個人好像就是 就是在等死的那個狀態 就每每一個都是在等死的一個狀態 我就在一個每一個人都在等死的這種比賽 我就不知道這個比賽到底應該怎麼贏 看一下老飛翔的這波開我 這是這波是一個機會 所以小土貓 這裡一個虛空 哎 我他媽不看這波團了 我回放了我知道 我他媽不看了 哎 我就特別想知道 我就特別想知道一個問題 我不往後看了 這波團 我不好不好看了 沒什麼看到了 這波團 我就特別想知道一個問題 虛空往這個地方跳大 他跳過來的時候 這個蝙蝠已經開火走了 人家土貓也跳到走了 然後你這個跳大招往這放什麼意思 我們姑且不說他這個蝙蝠跳不跳啊 你要真想大這個蝙蝠 你是不是應該往上大呀 這個位置就算這個蝙蝠不跳走 你看跳到這個位置你也大不住啊 咱們接著往後看一下 反正往後倒了以後 咱們還是可以接著往後看這波團 看咱們接著看一下 這腳石頭踢過來 大勝開個大招 樹式一個大招砸暈 莫奈的虛空跳一下 下來找這個Skala的黑鳥 Skala的黑鳥被怼死 往回追 往回追 這裡給上一個減速 追過來開始捶這個樹式 3下 4下 5下 6下 6下 終於出了一個被動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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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打贏了 好吧 這波打贏了 我看這個比賽看得我真是慎疼我跟你說 哈哈哈哈 這叫兵法 勢敵已弱 哎呦我去 這個每波團戰 你說剛剛那波團戰 西光空打 馬格納斯就大中了一個 大勝的大招也沒怎麼打中人 在這種團戰的情況下 HP打輸了 我慘了 哎呦 這個比賽我跟你講 哎呦 西光沒大了 衝啊 然後就變成面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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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城裡人套路多 我這樣太蠢普了還是 簡直就是三毫小青心 我簡直就是去這個比賽看得我 半個小時了16個人頭 兩邊IGV在莫名其妙地刷 老飛揚在莫名其妙地看著自己大哥刷 這波團戰你別說 這麼打這個的話 這個這麼打這個的話 老飛揚還真有點機會 這YGV這個也迷得夠嗆 這劍聖子出裝 我也是完全沒看懂 不是誰能告訴我一下 這個分身斧大引刀是為了什麼呀 大引刀我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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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引刀是為了可以去處理這個PA 把PA這個閃避給他打沒 可以破壞掉他這個閃避和暴擊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你破壞他的技能 或者破壞這個 大聖啊 或者說這個虛空啊 都可以理解 打誰都可以理解 你先出一個分身斧 然後吹大引刀是為了誰呀 屬性流劍聖 屬性流劍聖 虛空的鎖沒用啊 虛空鎖劍聖能鎖啥 劍聖開個轉 然後你來一個鎖是嗎 哎呦 我可能確實我的實力跟這個職業選手差的太多了 我真是理解不了他這個儲壯 這團戰一點輸出沒有啊 這劍聖上一波等於 一個分身斧一個大引刀 然後下一代裝備準備出兵 也行 也行 肉盾流劍聖 可以有 可以有 好吧 你能知道你也9000分 好吧 說的有道理 他說你還是要多學習一下官方主播的瞎扯能力 我這個 行咱們 我正式正經一點來接著說這個比賽 正經一點來接著說這個比賽 對吧 那麼 那麼現在從這個場面上來看啊 現在場面上 雖然說現在目前老肥洋落後的經濟落後是一萬多 但是團戰方面他們這個團戰因為有一個虛空的大招跳大 然後呢 後手可以接這個馬格納斯的跳大 雖然說全是近戰 全是近戰的情況下自己的大哥不好發揮 但是呢大哥的虛空可以用一個大招照著對方的關鍵點 然後呢再給自己的PA去創造機會去切入對方的後排 或者馬格納斯呢去找對方的一個單獨點去點控 用虛空的去分割戰場 這樣團戰的話倒是也行 這樣的話團戰的話你最少還有一些機會 另外就是由於對方的這幾個後排醬油 像土貓這樣的點還比較脆 而且這個黑鳥這個英雄如果他自己本身被罩住 或者被猛把搭住的話 他是比較好被殺的一個點 這些這些輸出全部都是無視磨免的 控制全都是無視磨免的 所以這場比賽這個黑鳥出BKB也沒啥用 應該也不出 應該也不會去出BKB 他不出BKB的一個結果呢就是 對方這個人隨便切的 其實這場比賽出BKB 並非完全無用 但確實用數太小了 這樣比賽來出BKB 對方的這個VS 連VS的這個吼都是無視磨免的 而且一旦如果你真的要是說 就這麼對刷刷到大後期一個小時以後 VS升到25級 給你來一個無視磨免的一個魔法劍 這個BKB的價值就等於完全變回0了 現在的問題看一下這一波開悟大勝在樹上 哎這裡拉住 大白的這個VS換一下救一手 但是感覺還是要死 過來一個把球直接怼掉 虛攻一個大招照住了對方的一個黑鳥 然後呢瘋狂的輸出 打終於打掉了這個黑鳥四分之一的血 這波這個PA在外面看著 堅勝無敵戰斬出來 分身斧並沒有躲掉 PA這波直接被秒 包子的PA 這裡blink一下 對手接一下 再給上一個毒標 自己身上有一個暈錘 這個毒標還打出來了一個 這個標還打出來了一個 懸暈的效果 這裡炸回來 拉上一個沉默 直接被堅勝砍死 堅勝這一波的 雖然說輸出不高 雖然說輸出不高 但是堅勝這個點 在團戰的時候 他的這個冰眼流人 還是起到了一些的作用 剛才這個虛攻在大招當中 對著這個黑鳥 用出了自己的權力 瘋狂輸出裡頭 打掉了這個黑鳥四分之一的血 同時還包括一個PA的這個 知其之刃 也是讓我們領略到了這個 虛攻的加爾瑪格納斯的威力 這場比賽這個肉盾流的堅勝 還是有點意思 你別說 這冰眼肉盾流的堅勝 分身斧大引刀冰眼 一身裝備四個蛋 一身裝 他這身裝備光極限法球有四個 其實他這身裝備 特別適合給誰出啊 特別適合給大蜡家出 就如果說這個白鷹之鋒 換成一個林肯的話 其實大蜡家是大蜡家的標配 現在正在下一段裝備呢 是走一個蝴蝶 蝴蝠 拉住了包子的這個 誒這一波馬格納斯這個大給的不錯 看看虛攻的大什麼時候交 虛攻的大招還沒有交 虛攻大了大了個 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不下去啦 我說不下去啦 我是 哎喲 我操他們想哭啊 啊 哎呦 哎呦 我受 我受 哎呦 哎呦 我难受啊这场比赛 哎呦我这个我说了这么多天比赛 我这个刚才我 我强忍着我内心的痛苦 我在认真的去分析这场比赛 我在想到底老扶梁这场比赛 怎么能够把这个比赛团战打赢 还好是BOE 我操 幸好是BOE啊 赶紧退我去 多留一秒钟我的辣眼睛 行啊想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吧 哎呦我去 行这场比赛赶紧说到这 我赶紧去吃饭了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下一场比赛预告的时间呢 是这个 呃 根据预告的时间来看的话 是在六点半 下一场比赛对战的双方呢 是NP去对战VG狗的比赛 对战VG狗的比赛 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 一会来看一下这个 NP打VG狗的比赛 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 预计是六点半开始 所以咱们的这个直播 也先稍微休息一会儿 我去吃个饭 然后咱大家听一会儿歌 咱们录播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 陪着我一起忍受了 这场比赛这么久 啊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感谢各位 这场比赛我他妈的要六星推荐 我们下场比赛 然后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